大家好,我是Den 因为连续几天都是有关SM娱乐、伊苏玛、HIP的消息 想必大家对这件事情也都有点疲累了 所以今天就非常简单的整理了一下 SM代表的二次声明中 引起韩国网友们最关注的几个内容 在SM代表上传第一次声明 聚集伊苏玛以及HIP之后 HIP也发出声明表示 不应该对帮忙解决SM问题的最大股东 用这种方式来提出疑惑 而对此SM代表在第二次声明中表示 SM没有向HIP请求过帮助 现在打HIP是伊苏玛的救援者 而不是SM的救援者 文化不可能被独占也不可以独占 嘴上说会支持SM的独立经营 却推举了亲民董事 这不就是想要抹掉SM的一切 想要将SM纳为子公司而已 HIP透过舆论表示 让SM将纯利益的30%分红给股东 但是HIP从设立以来 从来都没有股东现金分红过 请问HIP今年会给股东们分红百分之多少呢 伊苏玛老师请停止吧 跟我一起下跪道歉求饶吧 三月股东大会之后 我会卸下代表值的 因为HIP从成立以来 确实是没有给股东们分红过 所以伊苏玛的这个发文 确实会让HIP蛮尴尬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HIP他们自己都不分红 却让SM分红30% 真的是超傻眼可可 说什么在解决问题 因为防弹的功劳 突然变成了大公司 工作能力却不够 还这么傲慢自大 虽然我家爱豆也是HIP 但真的很令人讨厌 希望SM能独自经营 因为经历过 HIP在收购 缩死美景没多久 就将悠者清谷解散了 所以很担心 HIP会不会将收益 不太好的组合给解散 因为HIP的收购 可能会发生第二个悠者清谷事态 真的因缘 没有HIP以素班的SM 希望能用好的音乐 保护好艺人们 只要看到有关悠者清谷的留言 就会很生气很伤心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SM如果没有卡卡尔资金的话 公司会倒塌吗 卡卡尔以低价收购股份 将SM与卡卡尔合并的话 SM娱乐就会消失 这样可以 但是变成HIP子公司就不可以吗 什么 你的任期不就是到三月而已 还什么卸下职位 对于SM代表的二次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 昨天有给大家介绍过 MNET选秀节目 Bweez Planning中 中国练习生们 排挤另外一个练习生的 韩国媒体报道 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 也太理所当然的认为 MNET是出了名的恶意剪辑 所以在昨天的影片 忘记跟大家说 每次都会提醒的那句话 没有恶意剪辑 就不是MNET选秀节目了 昨天的那个片段 仔细看的话 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所以不要太相信 他们剪出来的内容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判断一下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公认的 传奇女爱的动图 就是MNET选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